好,我們現在看到的是Toyota的Alphard 這個車子呢,大概約莫三年多前 推出的時候呢,這個外型呢 很多人眼鏡為之一亮 馬上讓人家感覺到好像是日本的黑道 黑道的那種保姆車 馬上感覺到是那樣子 因為這外型非常日式的這一種風格 而且呢,頗有殺氣 那推出的這個時間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麼多年來,其實從銷售數字上看起來 Toyota的這一種香車 大概就是從這個Siana 後來河泰也開始販賣的Siana 早期只有水貨車 到這個Alphard 那在這個Alphard推出之前 或者說Siana在河泰開始代理之前呢 市面上當然這個機具的Toyota就只有Siana 那後來呢,推出Alphard之後呢 其實這三四年來的一個銷售變化 Siana跟Alphard呢,是呈現一個消長的趨勢 是呈現消長 Alphard呢,慢慢往上走 而Siana呢,逐漸的慢慢的往下走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想跟這個Alphard的它這個外型 它很獨特很特殊 這個是我想大家都覺得很特別 只是說,你剛開始可能覺得 像我剛才講 一看到的時候 包括就是這個小改款錢的 我覺得,哇好像很殺 很殺 好像黑道車一樣,有這種感覺 很殺 或者講說太殺都可以啦 但是呢,外型有時候是看久了 慢慢會覺得呢 好像也沒有那麼的讓你覺得錯愕 那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車子跟Siana有個地方不太一樣 Siana呢,它是比較訴求一個 一般的家庭 只要人口多的時候呢 需要這樣的一個載重量的時候呢 它可以相對比較便宜近人的一個方式 就是呢,讓你得到滿足 空間上的一個實用的滿足 但是呢,Alphard呢 你看現在我把這個後門打開來 你看裡面這兩座 這一個看起來好像是兩張 哇,那什麼Oson 按摩座椅直接扛到車子裡面的感覺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這兩張座椅 整個車內的氣氛呢 顯然呢,感覺高級的許多 好,顯然高級的許多 當然這個不是Oson按摩座椅啦 只是你光眼睛一看 這個視覺上就知道說 這個車子呢 它的內部 它不是呢 只有說實用的空間而已 而是一個呢 有一點強調 當然這個部分我覺得啦 產品區隔上呢 可能要好好的看怎麼樣去區隔 好像有一點奢華風 奢華 甚至你講說呢 有一點超越實用的 那種奢華的感覺 你看,包括你從第二排往前看 也就是前座的後面這個扶手的地方 你看,像這個地方還會做個鍍鉻邊 然後呢,我手摸這個把手 哇,還是軟質的 軟質包覆的 是說不是只有實用 而是有強調說 這種所謂奢華的感覺 所以呢 這個Alpha的呢 它其實目標客群 是包括商業用的這個企業主 或者是呢 收入高的 但是呢 人口卻比較多的家庭 你看看這個座椅 這個Ultman的這個皮質 它這個座椅呢 這個垂直的縫線 這個垂直的縫線 其實有一點這個LS 他們同級團的高級車款 甚至旗艦的LS的味道 那你看這個椅子 我們打開這裡 你看它這個調整功能非常的多 包括燈啊 閱讀燈啊 包括呢 這一個 腳步 腳步 這比坐高鐵舒服多了 OK 還有你看這個腳步的 這個往前伸往後伸 一個是前後 一個是高低 然後這個椅背 還有呢 這一個 你看 這個已經有點那個 坐飛機那個商務艙的感覺了 對不對 好 還有這一個 通風喔 你是要通風呢 還是要加熱 這個椅子呢 是有通風的功能的 那看到這個地方的話呢 好 我們看看 喔 喔 還有這一個 喔 好像一個小餐桌的 好像一個小餐桌的一個設計 喔 這是不是有一點好像在坐飛機啊 的那一種概念 好 這邊是個置物盒 那這裡呢 看一下 好 一個椅背架 好 那你看上面這個 當然看起來是塑料的 仿核桃木紋啦 第三排的部分呢 我們看看 照理說應該是 沒有前座來的那麼好了啦 但是呢 空間上我們看怎麼樣 好了齁 這個椅背 往前收折之後呢 來 整理著往前移齁 好 移了之後呢 我們再看到 這個後座齁 你要進入呢 顯然不是什麼難事啊 那第三排的話呢 看起來是 提供成人乘坐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 那它這個後座椅齁 它如果不用的時候呢 它的收的方式 我們看是躲到底下 還是說怎麼樣 看這個地上的軌道的 這個設計 看起來應該是 不可能收到 這個底下的置物箱裡面 好 那我們看到它這邊有個 告訴你怎麼操作齁 第一個 你上方的頭枕要把它拆掉 好 然後把它倒下去 好 倒平之後呢 你透過這個鈕 前後移動 讓它這個滑軌這裡 好 有個對準的這一個mark 好 往前移 好 移動到它跟 它地上有個mark有沒有 你要瞄準 好 瞄準好之後呢 來 整個提起來 OK OK 好 提起來之後呢 它就是把這個 第三排的這一個空間 騰出來 但是呢 很明顯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這個椅子 就算收起來呢 跟前面的第二排的椅背 是有重疊的位置 也就是說呢 它這個收起來之後 並不會擴大 擴大第二排往後的一個空間 但是呢 至少 當你兩邊 都折起來之後呢 你的這一個 載物的空間 好 第三排的載物的空間 相對就大了很多 好 這是後座的部分 好 那收折門的部分 我們看到這個也是 電動收折的啦 我們把它收起來 好 好 這個側門當然也是電動的 這個側滑門 好 我們把這個 後門 跟側門都關起來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從車尾看一下外觀 其實它這一次的小改款 價格265萬 就是這一個規格 Executive Launch 好 它這個規格呢 其實外型只有在 後登 後登 因為它把中間這個杜落框呢 往左右延伸了 所以尾燈的造型稍有一點變化 稍有一點變化 稍有一點變化 然後呢 有這一個所謂光條式的 這種光條式顯示的這一種 這種尾燈造型 好 那其他包括 保桿跟側線條 基本上跟前代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然後呢 側面的話 就是輪圈的造型有改變 輪圈的造型有改變 好 那麼其實看到這個輪圈 我們順便要講一下 就原廠表示說呢 它這個車子呢 因為主要是要強調這種很寧靜的 有效的 有質感的移動 所以呢 它在這個車子的競速性上 做了一些琢磨 那這些琢磨 除了我們大家常見的 你說車內的隔音棉啊 增加啊 或者引擎室的隔音棉增加啊 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說呢 這個輪槽 內部這個輪槽的部分 一般這個輪槽的部分呢 一般我們就使用這個塑膠嘛 一般是塑膠的 你就輪子滾動的時候呢 不管是石頭啊 或者水分啊 隨著輪子滾動 一定要噴灑到那個內龜裡面 那一個 那個內龜板嘛 那那個板子呢 本來是塑膠的 它現在改用這一種 好像纖維 綿質的 軟質的 所以讓這個所謂的飛蝕啊 或者漸水啊 讓它呢 這個噪音會降低 好 這是第一個 好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 所謂的後照鏡 它這個後照鏡 我們的後照鏡 其實跟風在這個 撞擊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風切嘛 它甚至連這個鎖定的接觸面 都有特殊的一個設計 使得呢 它產生啊 這個縫隙裡面 跟風產生的這個噪音的問題呢 能夠減輕 好 甚至於呢 原廠顯示說呢 它這個水貼 水切條啊 水切條 都增加呢 它這個服貼的 服貼的這個橡膠的這個層次啊 讓它呢 這個玻璃 跟這個水切條的 氣密性更好 使得呢 這個行駛的噪音值能夠降低 好 那也的確啦 這個車子在這個定速巡航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個 寧靜性是不錯的 寧靜性是不錯的 那麼同時呢 我也必須說呢 這個車開起來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呢 比這一種 箱型車 你的預期來講 多了一點點的硬派風格 多了一點點 因為這種車如果說你開起來覺得很軟 我想你不會太驚訝 但是呢 Alpha的呢 我覺得開起來 並不是完全只有軟的感覺而已 甚至還有一點硬派風格在裡面 有一點啦 不是很多啦 那這個硬派風格 一方面呈現在 它的這個底盤懸吊的這個setup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表示在它的這個動力的編層上面 好 那動力的編層上面呢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引擎 好 我們現在開引擎蓋的時候 可以注意到 你看這個車其實車頭是很長的 但是呢 引擎蓋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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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引擎蓋很短 表示說呢 它這一個前擋風玻璃 其實非常的大片 整個斜度很斜 往前延伸很多 所以你看甚至它A柱 它這應該不叫A柱了 A旁邊這裡又一根 它這個應該我們講的三角窗 它這個非常的傾斜 所以呢你在車內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呢 視野非常的好 那視野非常好 一方面就是整個擋風玻璃延伸嘛 所以內部我們講那個儀表台 拉機棒 你看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寬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呢 因為它整個往前延伸之後 這一根A柱 離駕駛人的位置很遠 所以呢 那個所謂的A柱盲點 A柱盲區啊 對這個車來講 顯然減輕了很多 因為A柱 你只要離你的駕駛的 這個眼睛越遠的話呢 它造成的阻擋範圍就越窄嘛 所以這個車 真的視野非常的好 好那我們現在把引擎給打開來 我的引擎應該很可愛齁 好小一隻 好這個是一個300匹馬力齁 36.8公斤米 D4S V6 自然進氣的汽油引擎 那這個D4S呢 其實在這個 Toyota車系裡面齁 已經出現過很多台車了 它就是呢 它這個 缸內缸外 雙噴射系統 當你在 低轉速的時候呢 它就有這個 傳統的 旗管噴射 就是說缸外 齁 旗管噴射 透過那樣的 渦流呢 旗管的噴射 渦流呢 使得低速的時候呢 廢氣量會低一些 然後到達這個 所謂的中轉速的時候 尤其是巡航 高速公路巡航啊 其實巡航的時候 你不需要太大的力量嘛 那個時候呢 它就透過一個 進氣的大角度的 一個可辨證實 使得你壓縮行程的時候呢 也壓一些氣 吐回進氣側 所以呢 這造成兩個效果 第一個呢 就是壓縮比會降低 雖然說你的 活塞沖塵不變 但是因為 你壓縮行程的時候呢 欸 氣門延後關 而且延後蠻多的 讓你倒吐一些回去 也就是說沒有把完全的行程吃到 所以壓縮比會降低 但輸出會減少 所以它只在呢 比較不需要動力的時候 這樣子做 那麼 也因為倒吐一次啊 所以呢 變成說呢 一次的這一個 我們講說 這個四個循環 它等於說 多做了一次 進排的一個程序 因為吐回去又再進來一次嘛 所以呢 就把這個當作呢 是所謂的摩尼阿金森氏 摩尼阿金森氏 好 那麼到達這一個 呃 所謂的高轉速的時候呢 欸 就進入這個 鋼類直噴 因為鋼類直噴的話呢 它在高壓縮比的時候 不容易產生暴震 因為吸氣行程沒有油嘛 那二方面呢 也因此呢 能夠讓它的這個 燃燒的溫度降低 那麼如果是中轉速的話 中高轉還沒到高轉 中轉速的話呢 可能就鋼內鋼外 同時進行啦 這是一個 D4S引擎它的一個特性 所以呢 這個引擎 這個引擎 3.5NA 但是呢 它的油耗表現 可以達到一級的油耗 我想跟這個D4S有關 然後呢 也跟啦 它的這個排檔 它這個變速箱呢 八速手自排 而重點是說呢 它特別在這個 扭力轉換器裡面呢 做了一個 可以說 檔檔都在很大部分的時間內 能夠做到鎖定 不能說全部 但是呢 它能夠讓這個鎖定的時間拉長 鎖定就等於是 手排的離合器片完全放開的意思 那你自排變速箱 不可能做到完全 因為你在換檔的那一瞬間 一定還是必須要release 但是呢 它透過這個扭力轉換器 讓它做到最多的一個鎖定的狀態 好 那另外就是 Toyota的車型呢 也首度 Nexus當然早就有了 首度加入了 所謂自動起壁的裝置 所以呢 這一台車 這麼大一台車 3.5V6NA 即使有D4S 但是呢 即使有這一個雙循環 但是呢 也因為有了這一個自動起壁之後呢 讓它的油耗表現 來到所謂的一級油耗 好 所以這次小改款 265萬3.5V6 D4S 巴樹手製排 然後呢 幾乎做到當當鎖定的這樣的一款車 300P 36.8公斤米 那麼 開起來它的變速箱 它的換檔不是完全柔順 甚至我覺得其實沒有太柔順 它換檔的感覺其實 如果以完全說追求舒適來講的話 我覺得頓挫感還有點明顯 但是呢 也就因此呢 它其實是有一點 霸氣在裡面 以這種車來講 你覺得是有一點霸氣在裡面的 好 那麼外型上的話 我剛才講 尾燈呢 就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整個車頭的話 除了車頭造型 跟內含上 它多了這個所謂的 這個 掰病 掰病的頭燈 加上 日行燈 以及序列式 序列式來自於Lexus 序列式的方向燈 以外呢 包括中間的這一個水箱的護照 還有鍍鉻的往下的延伸 和這個霧燈的造型 我想都跟前代是不一樣的 非常奇特的一台香型車 給大家參考 按讚 製作人 支持